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对于欢迎光临奇幻城堡The Florida Project的精彩影评 我提醒你,一瓶一瓶,你会出现 哦,来吧! 出现吧! 它会出现外面 它也会出现 但Bobby 出现? 非常感谢! 你不欢迎! 在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附近有几间廉价旅馆 这些旅馆他们都收留了许多贫穷的家庭 那这部电影就设定在一个叫做奇幻城堡Magic Castle的旅馆里面 然后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母女以及这个旅馆的经理 其实我们走出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因为它不像很多我们习惯看到的电影一样 有一个很明显的开头 很明显的中间的高潮 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结尾 这部电影是有一个明显的结尾 不过在这个结尾之前的事情 其实你去怎么样随机排列 其实是都可以的 他就是要呈现这种社会阶层的人 他们的生活的面貌给你看 对 他其实就是就是Sean Baker 所以Sean Baker他是用这部电影在捕捉 这样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状况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从一个儿童的视野出发 对儿童来说 他们虽然没机会 对这些贫穷的儿童来说 他们虽然没机会去实际的迪士尼城堡游玩 但是他们的奇幻城堡 他们的冒险故事就是每天的冒险故事就是在这几间 Motel还有这些穷人区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会看到整部电影的色彩跟色调 都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温暖 就是一个充满惊奇的一个世界 对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底下 实际上是美国现实社会这些无家可归的游民 然后有一餐每一餐的悲惨经历 所以当这些色彩越是漂亮的背后 你就会觉得越是心碎 Sean Baker就是希望用他独特的这样子的艺术眼光 来引起大家对于美国现实社会的一个关注 这部电影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就是 像这样子的题材很容易就被处理得非常悲情 对 比如说我妈很喜欢看韩剧 然后她之前看一个好像叫做六个孩子 然后她也是在讲一个很穷的妈妈 然后带她的小孩 然后我对这部韩剧的印象没有很深 我就只记得这部电影面就是 妈妈在哭 小孩在哭 妈妈跟她的朋友哭 小孩那个兄弟姐妹一起哭 然后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电影 奇幻城堡这部电影 它是用 它反而是用儿童的角度去看 它像你刚才说过很多 就是他们就是 生活中就是一天一天的探险 在这个我们看起来非常频繁 甚至有点不想接近的这种智慧底层 他们在里面到处游玩 有一个美丽的 美丽的 美丽的 时光 所以她捕捉的其实就是 Munny 那个女孩子叫Munny 她这一个夏天 跟所有小孩子 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因为故事的结局 你要么不是被蛇公带走 要么就是 沦为一个非常不好的遭遇 但是她捕捉的就是在这个儿童 她人生中的这一个夏天 所经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 而且观众 其实我们看 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 欢乐之中带着一点悲伤的故事 所以这部电影也不需要多刻意的跟我们说 你看我们多悲伤 看我们多可怜 这样子 它就是让观众自己去细细体会其中的韵味 所有的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 都演得非常优秀 你看而且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 她的那个妈妈 其实就是 其实是Sean Baker 从Instagram找来的一个模特儿 对 然后小女孩才六岁 我相信之前也没演过什么戏 但是她们在演那种母女琴时的那种感觉 都演得非常倦勇 非常的 点滴在心头的那种感受 对对对 然后虽然那个妈妈就是 有一种那种white trash的感觉 然后就那种 在小孩子旁边抽大妈 什么的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她跟她的女儿 还有她女儿的那些同年龄的朋友 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是非常深厚 然后她是真的很爱她的小孩的 所以这边我觉得很感人 对 而且 演这部旅馆经理的是William Dafoe William Dafoe之前 演的角色 不管你是演好人也好 演坏人也好 都是一些非常这个 masculine 非常男子气概 或者是 非常有这个 那种阴险 那种角色 所以 这一次让她演这样子的 平凡的小人物 她 在一边 顾及旅馆的生意的过程 还必须要照顾这些小孩 对 然后还必须要 这个 某方面来说 照顾这些游民的一些生活 嗯 我觉得她演这种平凡的人物也演得非常好 嗯 尤其是有一幕 当这个 当小孩在玩 然后有一个怪叔叔 对 试图接近 这些小孩子 然后 William Dafoe在一个高处 在游弃他的城堡 然后 他 又要 照顾旅馆的这个 装修 嗯 又要 又很担心小孩子 是不是 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的那一个 呃 慌乱的神情 嗯 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嗯 对她就是演一个 呃 很平 很down to earth 的一个暖男 中低阶层的 这样子的人物 嗯 所以说 这样子的反差 我相信也是她 入选这次奥斯卡 最佳男配角 对 金球奖也有提名 对 的原因之一 嗯 好 所以Brian 针对这部电影 你会给他几分呢 这部电影我给8.5分 这是一部 你可能 在看的当下 会觉得说 那怎么有点没重点的电影 可是 看完了之后 你会一直去回想 然后会觉得 越来越有韵味的一部电影 没错 这部电影让我讲话 都温文如鸦了起来了 没错 好的 所以 对我想特别讲一个 你几分啊 我几分 我九分 OK 我九分的 有一幕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我想要最后提出来 就是说 嗯 这个妈妈 找到了 四个 这个迪士尼的手环 那她可以进去迪士尼 但当然他们把它卖掉 抽取生活费 对 那 迪士尼手环的始祖 找到了这个妈妈 因此跟她起了冲突 因为 然后迪士尼的手环 师尼就跟她说 我这四个手环 要美金一千七百多块 对 一千七百多块 我现在也是 台币四万五万吧 反正虽然美金在掉 对 但是台币在涨 Anyway 这不是重点 然后她她在争执 魏国之后 因为她妈就是一个 那些无赖嘛 对对对 怎么样我不管嘛 然后 在争执魏国之后 她就 那个施足就 没办法就信信然走开了 即便是她也很神奇 但是 她吵不吵 她就走掉了 但是 我们 在 下集目 就看到她妈妈 因为一些原因 必须要搬出旅馆租 到下一个旅馆去租 对 然后原本一天 35块美金的房租 要涨到美金45块 那间旅馆涨到美金45块 然后她妈 为了这10块钱美金 跟 旅馆的主人 大吵大闹 然后 一直 一直都不愿意罢休 对 所以 当然 翔伯克没有明讲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对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状况 所以 基本上 《欢迎光临奇幻城堡》 它虽然是一部 艺术电影 但是它成功捕捉了 童年时光的 浮光掠影 然后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电影 如果你对于 这一种电影非常兴趣的话 建议你进电影院来欣赏这部 欢迎光临《喜欢城堡》 以上是我们的影片 谢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下次见 拜拜 哈喽 你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 留言 订阅 好宽敞